是 因為被列為確診者機師的足跡 新竹那晚老街周日上午冷冷清清 逛街的人潮熙熙落落 攤販比遊客還多 老闆對著空蕩蕩的大街叫賣 人潮少到狗狗都可以愜意 站在路中曬太陽 三季以來那晚老街被確診者二次到訪 好不容易熬過警戒卻被打回原店 即使縣府已經派員清销 遊客人不敢前往消費 你放出來全部都死掉了 人潮更比往日又少得多一點 真的大概只有巔峰時後的十分之一 對比上個周日老街內人山人海 因為確診者足跡 讓好不容易再現的人潮瞬間歸零 鏡頭轉到宜蘭 外澳海灘上人潮滿滿 重浪客乘著浪花前行 大人小孩在沙灘上玩得不亦樂乎 這讓傘內也急滿躲太陽的遊客 但仔細一看全都沒戴口罩 我們還是勸導 就是能戴的話就戴 保護自己保護其他的 疫情趨緩 許多民眾把握好天氣到海邊踏浪 熱鬧的景象和空曠老街成鮮明對比 但就怕又有確診者足跡 讓得來不易的空間再次消失 記者林醫生和孟茜謝淑雅 宜蘭新竹報導 第二集中 一次大廈的時間 日本人都根本通了 平衡的時間 第四集中 日本人都要在家族 北部游拉 城市場運動 北部游拉 反時 第四集中 海邊